委員會在開會,仍然未選出政府主席,並就會議結束時間有爭拗。 主持會議的郭榮鏗,驅逐陳建波和何君堯出會議室,有進化報導。 內會特別會議開到第13次,由去年10月開到現在。 仍然未選到政府主席,有民主派議員提出因應疫情,內會不應該繼續會議。 建制派和民主派議員先就新型肺炎的名稱有一輪爭拗。 在一個武漢地方,這麼多人受苦的期間,仍然用一個地方名,去形容一個病情,一個疫症,是在病人的傷口裡面的灑鹽。 那麼香港腳,那是不是要歧視香港呢?要不要寫封信去世衛,要求將香港腳,香港的字,是拿走它。 會議開了一個半小時,仍然未進入選舉程序,去到尾聲主持會議的郭榮鏗說, 容許尹兆堅發言之後才結束會議。陳健波就說已經過時應該要結束。 不好意思,馬上趕陳健波議員,離開議事廳。 陳健波最終被逐離開會議室。 另一名議員,何君堯都不滿。 何君堯議員,請你馬上離開議事廳。 你不要拍桌子,拍椅子。 有什麼的話,你出去說。 OK,come on! 一度走到主席台前指罵郭榮鏗。 何君堯議員。 何君堯最終拒絕離開。 民主派議員批評在場保安人員沒有將何君堯抬出會議室。 做法不公平。 有時年時機場。